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标准才一直变动 因为保外就医在台湾的法律 是指在间不能为适当之医疗 以治疗为目的 其他层面没有规定 也没有授权中间说怎么定 认为中间规定不能受访 参加政治活动 其实于愿法律授权 没有法源依据 陈前总统手颤抖的情况 大家讨论的辈辈洋洋 到底是否为爱扁总统伪装的 陈志中说明爱扁病情 指他 现在手还是规斗 尤其是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 他表示先前爱扁从北京移至北荣时 背景深蓝的愿法一猜十彩不信任的态度 认为爱扁的手颤抖是假装的 但后来利用电流做了严格的测试后 发现病况外症 陈志中又 上皇冠情广播节目 见识父亲发辩病情 他朋友提供陈志中 又 上我见识父亲发辩病情 他朋友提供 then Thank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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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